交警违规撞伤女大生 国赔183万 一个女生 那么爱没有 她上号拿过这边是属于 女人跟手脚 手脚不灵活 那就不灵活 一场车祸 还当时年仅18岁的中性女大生 一度被发并为通知 至今仍双手运作不协调 2010年9月 当时在北投分局担任交警的蓝元生 为了赶回分队交班 在北市闻林北路 抢快违规左转 撞上共乘机车的两人 造成女大生头部重创 她要转弯 因为照理应该是要等一个 等一个左转 左转等才能转 她可能抢快没有 就对象还是绿灯 对象是绿灯 你知道她的状况怎么样吗 很不乐观 你们也知道 警察为什么会那么莽撞 把一个小孩子的牵头这样子 撞成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个警察是不是要陪着 是不是要付最大的责任 法院审理认定 臭活造成女大生平衡能力减损 劳动能力减损13% 扣除交警已赔偿的90万 而强制嫌利赔20万 昨天判北投分局 虚国赔给女大生和顾母 共183万多元定业 动新闻台北报道 动新闻台北报道